出货必备三大物品,使用前接线明细,这里插上手边器,把这两颗螺丝拧紧,拧紧之后按下旁边的电源开关,把它按下开机,开机时间有三秒钟,一个缓冲时间。 开机之后会提示回到原点,我们按一下这个副位,我们第一步登录账号,选择用户登录,选择管理员模式,密码是8个8,确定之后它就出现这个页面,这个是测试模式,调试设备时使用,这个是老化模式。 老化模式不要选择,是我们设备出厂时的测试设备使用,我们生产使用时选择生产模式,调试时选择测试模式。 接受,我们回到文件管理。 比如说,这个产品需要锁螺丝,那么我们要新建个文件夹,把这款产品放到家具中。 第二个蓝色按钮,是新建文件。 打开之后,这里有个标号,这个标号跟前面这个不能相同,不然会塞盖住前面。 比如,现在有0号1号2号。 这个编号不能跟前面这个一样。 需要编个不一样的序号。 文件名称的可以根据自己产品名称编辑,按确定保存。 保存之后,看一下我们刚刚编的序号,蓝色框中打勾。 打勾说明选择这个文件。 我们回到页面。 这个是调参数。 这个是公料位置。 第一步,调公料位置。 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我们有一个原始位置。 在这里,我们先要确认一下,公料器开关是不是开的,螺丝是不是正常公料的。 取掉一颗螺丝,看一下螺丝会不会转出来。 转出来就是OK的。 我们回到刚刚原始位置。 看一下劈头下来处是否对准螺丝。 像这个劈头与螺丝对不准。 我们需要拿手边器掉下位置。 供料器上面盖子四脚有磁铁,螺丝不好取实,可使用。 现在这个劈头位置刚好对准螺丝,刚好贴住螺丝一点。 不要太贴紧。 调试好之后,按确认。 这里是确认键。 这样就保存好一个位置了。 接着我们到下一步骤。 用手边器编一个锁螺丝的文件。 我们先从Io这里。 这个家具是带气缸。 到这个Io的页面。 左平台的气缸控制口是15号。 按下15号就亮下。 置具这里就开始加注产品。 再按一次它就是取消。 家具就松开产品。 右平台控制端口是7号。 两个都选择好之后,我们开始下一步。 进行调索螺丝的程序。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第一步把Z轴抬起来。 手边器这里选择Z轴。 按下Z轴往上抬。 手边器这里有三个速度可选。 慢速、中速、高速。 按下这里变成高速度。 如果不按这里。 就是用中速度和慢速度。 现在,我来按下中速度。 把Z轴抬起来。 抬起来之后。 把P头移到产品索螺丝的第一个位置。 X轴加X轴。 Y轴加Y轴。 Z轴加Z轴。 当我们P头快靠近产品的时候, 我们把它切换成慢速。 以免P头撞到产品。 把产品或P头撞坏。 我们调到P头到产品孔里深度。 P头顶到产品螺丝孔里就可以了。 手边系上的螺孔就说确认的意思。 一确定的话,这里就出现一组数据。 接着,我们再调下一个孔位,打螺丝。 锁螺丝我们一般是对角锁的。 下一个孔位是交叉锁。 调的时候,一定记得把Z轴抬起来。 调到一个防撞的高度。 编好之后,我们按一下副位。 左边平台已经编好了。 按下副位。 接下来,我们编右边的。 编右边,这里有个平台切换。 这这个也可以。 手编器也可以切换。 按下,它就变成用平台。 再回到Io。 把7号打开加注产品。 确保产品加紧了。 再回来这个页面。 现在编辑右边。 编成方法同左边一样,把孔位调好。 我们全编好之后,给它一个高度。 因为Z轴高度它不一样。 产品的水平面是一样的。 我们在孔位这里。 这个页面,点一下。 点击更多这里。 点开之后,这里有一个编辑多行。 点开之后,这里有设置Z轴高度。 点开。 这个开始点位,11号。 这个结束点位,我们总共有6个。 这个可以输入大点数值。 Z轴要的速度。 可以给个61。 点确认。 现在高度都一样了。 我们再换回左边。 这个高度也是52.2。 可以设置53。 选择更多。 这个也是一样。 点开。 编辑多行。 这里有个设置Z轴。 1号,设置100。 这里53。 确定。 现在就改过来了。 改过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参数要调。 在这里。 选择运行参数。 点进来之后, 这三个是它一个XYC的运行参数。 这上面的不用给它。 这个是1号电P。 这个。 高度的话可以把它改。 竖直调大点。 这里0.2。 是一个起螺丝的岩石0.2秒。 这是锁螺丝的岩石。 给个0.5。 锁螺丝的总岩石。 这个是起螺丝的一个岩石。 这个是跟进速度和跟进程度。 这个可以不需要修改。 点击保存。 看向右边功了起。 和其他我认为。 这一个是一家的石头。 这里是发现的。 òn现在, 你会在哪里。 你会在哪里。 我或者。 这是一个用的岩石。 这个是一家的我计算。 我计算绕到一家的盈石。 所以, 这一个十七颗的岩石。 我计算绕这一家。 我们是一家的岩石。 我计算的岩石。 我们设置下产品的扭力 这里有个电批参数 点击智能电批 1号电批是左边这个 2号电批是右边这个 点击进去 这个是工作模式 我不需要更改 这个转速也不需要更改 现在这个扭力是59OK 启动这个就不需要 保持时间0.3秒 保存 2号 保存 返回 这里还有一个保存 回来编成页面 右边平台 有两把电批 这边改成1号 这里这个号数 改成1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生产了 我们先把它 从测试模式 切换成生产模式 选好生产模式之后 如果是右边启动锁螺丝 就按这个Y2启动 如果要打左边螺丝 就按左边Y1启动 但是这个产品 打太多了 这个还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